所以白化佛法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在人间很多东西 不能看得太穿 有的时候看穿了 自己会心痛 有的时候有一些烦恼 能够随缘就好 在佛经里面 经常有一句话叫不可说 很多世界上的东西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也就是说你心里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并不是代表你一定能够写出来和说出来的 那种内心的感受 那么内心很多的境界 并不是写得出来的 就像我们每个人学佛的经历一样 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那是一种悟性 那是一种觉 那是一种受 所以去修心 就是觉悟自己这颗心 所以佛陀教化众生 叫我们要抛弃 妄念 执着 我们人不可以执着 不能有妄念 所以佛陀教我们进入飞响 飞飞响的状态 飞响 也就是说 我们要懂得飞响 飞就是不 不是的 你比方说不去做什么 飞也 不去做 不要这么做 飞 飞响就是不要去想 那么飞飞响呢 飞响就是不要去想 但是呢 又不是不要去想 也就是说 你不要去想 但是你又并不是 进入了完全不想的境界 这就是靠你的觉悟了 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 你做也好 不做也好 有的事情可以做 有的事情不能做 实际上 又可以做 又不能做 又想做 又不能想去做 这就是人生 我们说 要靠理解和你的悟性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啊 我们人 为什么很多东西不能说 因为当你想说的时候 你有自私心在里面 你有妄念就在你想说的话里面 所以任何人只要说出来的话 他一定 除了这个说话的目的之外 他还会有很多私心杂念 包括我要显化 我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会有一些 这个 嫉妒心 贪心 愚痴心在里面 每一句话出来都会带着一点妄念 或者我讲这句话 我要有私心上 我能够感受到什么 所以当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硬要讲 他一定会讲出事情出来 所以为什么佛经经常叫我们不可说 佛陀有很多的经书 也有很多的这个佛言佛语 就是为了教化众生 就是让我们懂得不得已而为之 你到了实在精神上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一定要理解他 就靠平时的学习 最后能够到你心中来感受他 来理解他 所以禅宗讲的是什么 不执着于文字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当一个人学佛学到后来 整天跟别人讲文字 那你已经执着在文字当中了 所以真正的学佛 那就是要用智慧的语言 来解脱自己的思维 所以佛家经典有一句话说 有的是可说 不可做 这就是你的理解能力了 所以当佛经学到深奥的时候 完全靠你自悟了 完全靠你自己内心 阿末罗斯的本性来契合你的阿赖意识 能够合在一起 师父跟大家做个解释 有的事可说 有的事可说不可做 你们会说有的事情可说不可做 什么事情可说不可做 举个简单例子 别人做错了事情 你呢 要讲他吧 你不讲他又不行 但是你讲了他 你又不能去做 所以就产生了有一句话叫 我如果像你这样呢 我如果这样对你呢 所以有的是可说 但是你能这样去对他吗 你能这样去做吗 这就是经典 佛法的经典 那有的可做却不可说呢 师父再举个例子 什么事情可做却不可说呢 你去行佛 你去好好的做菩萨的事情 你每天做功德 你去做 但是你对那些无缘众生 你只要说了 比方说你吃全素了 你跟他一说 你引起他造口业 他就说了 哎呀 山珍海味都不是 你到人家来干什么呢 你连享受 你都不会啊 哎呀 什么酒肉传传过了 他们都会造口业 然后慢慢的 你就帮他们背了 所以有的事情 你自己做 你就是行菩萨道 但是你不一定碰到 没有缘的人 一定要去跟他说 所以有的既不可说 又不可做 什么是既不可说 又不可做的呢 那就是你内心肮脏的思维呀 又不可以说出来 肮脏的思维 又不能做 你做了 你有因果 你不做 你就没因果 所以 所以 佛经这种 经典的东西 就贯穿在 我们学佛的 那种 智慧上面 所以为什么 学到后来 人的智慧 会越来越开呢 所以为什么 学到后来 人 会不一样 就如我们心经里边 有一句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一样